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乎我那时候十八九岁吧 我有去到我同学家里去玩 我有发觉说我这个同学 他有单独自己的房间 然后他有单独的一个空间吧 我蛮羡慕的 第二个就是说他妈妈是家庭主妇 所以家里整理得很整齐 我是成长在一个五个孩子的家庭里面 然后我爸妈都是工作的 几乎都是我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 我们是五个孩子 只在一个房间里面 因为我父母没办法找到一个大的房子去租 所以对我父母来讲的话是蛮辛苦的 我没有感觉说我们五个孩子 只在一个房间里面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我在韩国成长的时候也是一样子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加上我父母 因为韩国是榻榻米 所以你睡在地上的 你铺一个被子 然后就躺下来就是睡觉了 那个地方也是你的客厅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委屈的 可是我到他家里才发觉说 美国人的生活是这样子的 让小孩做任何事情都要独立 去往前去挣扎 让他挣扎的累也好不累也好 父母是永远是给他一个鼓励说 让他去独立面对这个社会的 最难忘的是 我从陆军跳到美国空军的时候 因为我的周围都是大学名校逼越的人 所以其中就是很多 Nabel Academy等于就是说 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 另外就是 Air Force Academy 它是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的 也有West Point毕业 就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 我就问他们呢 说你怎么进去的 你父母帮他 帮他们去进到这个大学吗 他们说不是 都是自己去 他有理想 从中学开始就开始 他就知道说 他需要什么东西才能够 进到这个 这几个名校的 然后他们都是 没有父母说 又要补习啊 或者是又要很多别的东西 他是自己自愿的去念出来的 因为你必须要成绩特好 然后呢 你也要有运动细胞 然后呢 你也要有一个community service 你必须要在社会上要福利到一个基金会啊 去福利 然后再另外就是说 他在某一个学校里面 他也要做他的Leadership去选 把说是同学都把他选上去做会长啊 这方面的 所以看他们我觉得是说 美国的这个基本方面是一定是要独立的 另外就是 最让我惊讶是 他们的工作 工作同时上学的一个理想 也是让我蛮敬佩的 因为是 在韩国呢 你要念书 上大学的话 你必须要每天从早到晚要念书 只有时间念书 才可以考到大学 然后呢 能够找到好工作的 像我的话也是同样的影响到说 我必须要独立 是我觉得说做 美国军队这方面的 是蛮吸引力蛮大的 所以我也有参加 这就是我的美国社会的一个经验 也是一个最难忘的经验